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件外套一进来就满座了 非常谢谢大家 我想很多人很好奇 就是我跟杨丽花女士是在不同的表演领域 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会认识 今天也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跟她的认识很有意思 有一年我们在南京东路的体育馆 参加艺演活动 我跟许秀年两个人的表演 表演完之后要介绍她出场 所以我们就唱了一段歌仔戏 唱的是什么呢 楼台会 我在台上唱了 结果杨丽花在后台说 所以现在想说 台上是放外露音团 人家说 后大姐啊 那是芳芳的欧丽啦 哎呦 妖精神 说我学得太像了 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跟杨丽花交上了好朋友 她是我结拜的大姐 所以她今天有事 我这个做妹妹的 当然要情意相挺 我想在我们演艺界 有才华的人很多 在下勉强可以算一个 有益德的 基本上也不在少数 但是 真正对艺术有贡献的 我最佩服杨丽花 她把一个 在搭舞台演出 大家戏称为野台戏的歌仔戏 提升成为我们台湾 代表性的剧种 如今杨丽花 就代表歌仔戏 想到歌仔戏 你第一个一定想到杨丽花 所以她对于我们 表演艺术 是有贡献的 这一点 也是我这一辈子 拍马都追不上了 所以我对她 非常的敬佩